今次关心中共抓捕维权律师引发海内外踏伐 根据最新统计 截至今晚6点 已经有245名律师或人权捍卫者被带走 而律师王宇夫妇 律师李和平等14人 至今仍然被秘密拘押 下落不明 而至少4人遭警方监视 遭到软禁 其中包括王宇的儿子包萌萌